如果有新建的进宗道场 应让出家中和在家中来管理 较为妥当 这个妥当不再出家在家 这个没关系 要在什么呢 真正懂得佛法 那我们今天这个说起来的 真正落实地自规 它是个道场 还在落实实善意 有地自规有实善意 这个落实它来管理道场 绝对不会错 这是最基本 从这个根再往上提升 那就是三规五戒 沙密律 如果是出家的道场 出家人来管理的话 一定要懂沙密律 在家就不需要 在家的时候 是弟子规 十三叶道经 三规五戒 这个真的 能落实 那他来管理道场的时候 决定如法 那 嗯 嗯 嗯